我们念一段经文 经导的正道经文取罪 菲利比书 三章15到16节 好 我们一起开始念好吗 来 一二三 所以我们中间凡是成熟的人 总要存这样的心 落在什么事上 存别样的心 神也会把这些事指示你们 然而我们达到什么地步 就当照这个地步行 我们把试验交给传道 弟兄姊妹们平安 很快的我们进入了八月 我们就是进入国庆的 这个主题的时候 那大概你们会留意到 旁边的这些的不同的 看得出来是什么吗 除了地图 还有呢 这个地图上面的颜色 为什么是这个颜色呢 跟周有关系 跟周期有关系 然后这些黑黑黑的 一直一直 什么是什么东西 这个要你们 慢慢地去想一想 到底你对这块土地 有这个多大的认识 真的八月九月 我们就是要来 特别地要纪念这个国家 这个上帝所用来养育 我们的这个地方 然后我们接下来 我们的教会的这个家庭营 在下个月也正式开始了 所以今天是报名的最后一天 我们希望教会的每一个弟兄姐妹 都可以一起去参加 这个家庭营 没有太紧凑的时间表 不会让你一直坐着听的 那些workshop等等 都有许多的互动 那样 然后是合适 全家一起大小来的 包括年长的姐妹弟兄们 有他们的养生之道的workshop 母亲们 有妈妈我们来谈一谈的workshop 姐妹们 有那个wonder woman 不是 那个非凡女性的workshop 弟兄们呢 男人的workshop 谈男人的事情而已 所以大家可以一起地来参与 这个教会的这个家庭营 那样 那你们大概也留意到 其实我们这个家庭术 在好像每个礼拜 有改变一点点 对吗 没有注意到 我们那么辛苦 把那些照片名字贴出来 请大家去看 然后怎么样 去认识不同的家庭 ok 你要去认识 不是贴好美的 ok 不是贴来好看 你看我们教会多少人 不是 重点是让我们可以彼此地来去认识一下 ok 所以每次经过 或者是你停一停 这个是谁 他的孩子是谁 我们多一点地认识 好吗 这个是教会参与的很重要的 一步一步走的一步 ok 所以对于新朋友也是一样 你不要太担心 谁咯 大家都知道我 我不懂大家怎么办 一点一点慢慢来 我们都了解的 所以这个家庭术呢 有时候 我在想 什么时候我可以做完 可是当我想到这个做完的时候呢 我就马上知道 这不可能的 为什么呢 这是生命来的 你总会有人不断地怎么样 来啊 加入啊 其实他没有所谓做完的那一天了 除非这个树死掉了 ok 所以没有 生命的成长是没有 啊 停了的 完了的 你只要你还活着 只要你还有一口气在 你的生命是不断地可以更新 不断地可以成长的 信心是可以一步一步 你不用跑 你一步一步就可以走的 正如保罗 其实在哥林多后书他也有提到 他说什么呢 我们的外体 我们的身体是怎么样 一天一天的 毁坏 这个没有错哦 我们过了二十多岁以后呢 我们的身体就越来往下走了 ok 所以我们的外体虽然是 一天一天的老了 一天一天的旧了 可是呢 保罗说什么呢 我们的 内心 却是怎么样呢 可以时常地 更新的 换句话说 人是没有停止 成长的那一个时刻 你的信心也是不断地要往前去行的 所以今天呢 我们来看一看 信心一步一步走 传道没有叫你信心快快飞哦 没有 圣经其实也没有 其实告诉我们的 我们的信心不要停在那边 你一小步一小步地往前都可以 而且这才是正确的 不要像华人所讲的 一步什么 登天了 也可以啦 一步就上了天堂 是没有错了 但是呢 我们不可能 很快地 猛爆心的那种的 一种的信心的成长 那样 我们再来看一看这个经文一次好吗 这个经文 保罗说 我们中间 凡是成熟的人 总要存这样的心 若有在什么事上 存别样的心 神也会把这些事指示你们 然而我们达到什么地步 就当照这个地步行 一般上呢 如果你听了讲道很多年的话呢 我们其实不常用这一段的经文的 OK 请问谁听过用这一段经文讲道的 有没有 至少我没有 OK 所以如果我们用主题式的讲道的话呢 一般上我们都会跳过这个 看起来不怎么样的经文嘛 这等就在讲什么啦 OK 不痛不痒的 OK 不过呢 因为我们就是一整年的传讲 一卷书 所以呢 我们尝试把每一个圣经的作者 尤其是保罗所提到的 要我们去注意 要我们去遵行的神的真理呢 我们就把它讲出来 所以当我们去看的时候 我们就发现 其实这段经文是非常的重要的 OK 那我们现在了解一下 保罗他写这封信的时候 他写给这个菲利比的教会 对吗 菲利比的教会呢 其实在那个地方呢 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很赞成保罗 第一章我们就看到了 OK 有些人是反对保罗的 跟他看法不一样的 跟他有点畅反掉 也有的 OK 可是保罗说什么呢 没有关系 It's OK 不管怎么样 福音照传就对了 这个目标是一致的 OK 你跟我看法不同 It's OK的 所以呢 这些可能跟保罗有一点不协调 或者是反对他的人呢 怎么样 他们自以为自己比较对 自以为自己比较正确 或者是自以为是完全的 其他的英文 其他的中文版本翻译成 你们当中凡是完全的人 所以保罗的意思是什么呢 好 你认为你对 你认为你比较成熟 你认为你比较完全 都好 It's OK 重要的是什么呢 存这样的心 存什么心呢 那过去我们上一次讲到就看到了 保罗说他只有什么 一件事对吗 什么事 忘记 背后 努力面前的 向着标杆 直跑 对吗 所以保罗说 那一件事你不要忘记 你不管你赞成我也好 你不管你有什么看法也好 OK 但是这件事情 OK 你要存在心里面 那样 OK 所以基本上呢 保罗是在鼓励 不管是不是跟随他 或者是赞成他 还是他的门徒都好 我们总要存这样子的一个心 什么心呢 就是继续跟随 信心不断成长的心 那请问大家平时有在用你的信心吗 有些人说 我到礼拜天来用一下我的信心 信靠上帝 唱下歌 我心里面充满信心 然后呢 我回去以后就忘记了 其实信心是 每一个人常常 无时无刻都在用的一个东西 不知道 我问你啊 早上你们吃什么来 我知道我的儿子早上去吃Rodigianite 是吗 OK 好 如果你去吃Rodigianite的话 请问它断上来以后呢 你有没有用一个什么 银的筷子啦 还是什么Tester啦 哇 什么精密的仪器 最好 最好以后 手机有这个App Scan一下 多少细菌 多少什么什么 contemplation什么什么 OK Safe to eat 你就可以 多好 对不对 OK 搞不好有一天是这样子 Scan一下 就可以搞定了 OK 卡路里 这个比较关心一点 卡路里有多少 哎呀 基本上我告诉你了 OK 你要身体健康吗 要对不对 好吃的东西吃少一点 不好吃的东西 吃多一点 那就对了啦 很多健康食物都不是很好吃的 可是对你比较健康一点 OK 那你没有去测试一下 到底这盘东西可不可以吃 你是怎么样 来了咯 想啊 就怎么样 换句话说 你给蛮大的信心给谁啊 给那个妈妈说 给那个帮你弄的人 对吗 你在付出信心 你都不知道 请问你们来到这里的时候 你的椅子一看到就坐下来 对不对 请问有谁去摇一摇 看一看 翻上来看一下 这多少钱啊 这个材料是什么啊 有没有毒啊 还是怎么样啊 我好像没有看到人这样子坐 对不对 你一进来 椅子请坐 你就 咔 坐下来了 那表示什么呢 你对这个椅子有 信心 我告诉你 如果你没有付出信心 连家门都不敢走出一步 你怎么知道 前面那个路啊 突然一个洞跑出来 你就掉到地里面去 你怎么知道 那个车会遇到 遇到什么事情呢 你发现 我们其实是常常地在用着信心的 因为在坐的时候 其实都还没有到 你都还没有吃 你都还没有坐下 你都还没有到目的地 对吗 那请问 我们在对于上帝的信心 上帝带领我们的这个信心 我们是怎么样地去使用它呢 所以我觉得不管你是工作也好 在家也好 读书的也好 你每一天都可以 因着对上帝的信心 你去面对 你要信靠它 透过你的工作 供应你家里的需要 你要信靠它 当你好好的读书 这边有谁读书的 有 记手一下 读书的 当你好好的预备 你相信上帝会帮助你 你相信上帝会 吃你聪明智慧 这是你需要的信心 而不是来到教会 才需要信心的 所以我们看 信心是什么呢 是一个有行动的信心 这不是你信 我信就好了 其他的我自己来了 其他的上帝不在 不是 它是一个持续要有行动 要有付出 要有去信靠的一个信心 保罗这边说什么呢 他说 所以我们中间凡是成熟的人 自以为成熟的人 自以为完全的人 总要存这样的心 这个心是什么呢 这个心是带出有行动的信心 不是只有心而已 那有时候我去做探访 对吗 这边当中有些的弟兄姐妹 也有去医院探访 等等这些的 请问那些被探访的人 他会跟你说什么呢 你要 你要三 你有心 你有心 感谢 对不对 请问他看到我的心 没有的 他看不到我的心 对不对 我的心长什么样 看不到 我都看不到 对不对 可是他为什么说有心 因为 这个心使得我带出一个行动 这个行动就是 笑 探访他 问他 为他祷告 对吗 所以你看到吗 你的信心是一个有行动的 所以当保罗说 你要存这样的心的时候 他不是说 你想就好了 不用动 而是你要用你的行动来配合 用你的真诚的行为来配合 你的信心 而不是 我知道之前有一些很流行的话 叫NATO N-A-T-O Stand forward No action talk only 没有行动的 只是讲而已 No action talk only 这是马来西亚才有的英文 所以就是 你讲了 没有行动的 所以我们要有 存这样子的心 换句话说 我们要带出 积极地 行动的一个思想 和一个态度 那样 其实说起来 我们了解到 在圣经里面 当我们提到一些的字眼的时候 它其实都是带着一个 怎么样 继续行动 继续去的一个动作 比如说得救 它不是说 得救了 我上岸了 太好了 它说得救是什么 你要继续地得救 你要继续地 去行出这个得救出来的一个目的 信靠也是一样 你信耶稣吗 信 信 信就好了啦 我得救了 这个信是怎么样 继续地信 继续地成长 不要离开这个信 那样 所以当圣经提到这些字眼的时候 它都是一个在进行当中的 而不是我们达到了什么程度 我们就好了 就好像游戏闯关 对不对 你们玩什么game 第一关 下一次还需不需要第一关 不需要 从第二关开始 对吧 第三 第四 几千关都有的 对不对 可是信心不是 不是说你到哪一关 你就safe了 没有 你要继续地往前行 上帝赐给你救恩 祂会帮助你继续地付出 有行动的信心出来 在这里 我大多数的人我都认识 但是以前在母堂的时候 大概一千多人 有时候身为传道的 也不太认识一些人 尤其是一些不讲话 在聚会的时候 在最后一排 然后在最角落 牧师祝福的时候 他就跑掉那些人 所以有时候我就会故意 看一下哪一些不认识的呢 我就跑去给博一下 我就去问一下 我会问 请问你来多久了 我来三年了了 三年我都不认识你 这是我不好 我不能讲他不好 这是我不好 因为我们不认识到他 然后就会聊一聊 然后我常常会发现什么呢 我常常发现 这些人都不简单 过去在教会 做过什么团长 什么服事 有一次我还问到一个 过去做过教会的执事 然后我就会说 你做过教会的执事 他要在一个大教会里面 安安静静地享受 他的信心的生活 不能了 所以我觉得 其实城市的教会 尤其是大的教会 真的我们需要 好好的自我反省 我们到底来那边聚会 我们是来了 我以前做够了 我不要再动了 够了啦 我心情停在这边就可以了 不是的 我们要继续地往前的 因为这条路 你要继续地一步一步地走下去的 我们感谢主 在这里基本上我们看到 我们一起服事 不管你参与载人也好 煮东西等等的 一起服事 师班 我们没有师班 金牌赞美团 一些音乐 招待等等 我觉得我们基本上 我们基本上大家都有动员起来 连我们的小朋友们 都有一起动 对吗 刚才按Paul 换的是Jackson 他按得非常好 所以 我们看到 大家一起动起来 是何等的有喜乐 让我们持续地 有信心的行动 能够不断地 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展现出来 那你在做的时候 你试着尝试去做 对不对 你可能会面对一些人的 不一样的看法 有没有啊 会有的 最容易出现 不一样看法的地方 你知道是在哪里吗 厨房 我们的pantry area 准备什么食物的时候呢 会有人说 不要这样子弄的啦 这样子弄不会好吃的 另外一个说 这样子才好吃嘛 你要放什么东西啊 然后你发现 厨房真的不能够有两个女人 不同的意见 当然大家都是好意的 都希望可以把 最好的弄出来 然后怎么样怎么样 但是你发现意见不同 是很经常发生的事情 当然那些是小事了 那我要说 我们教会正在准备着 要够堂 这是真的 还没有最后的签字 所以请大家祷告就好 不要讲大大声出去 先祷告好 还没有最后的签字 因为签字了才能够 就是fix it 所以我们这个过程 已经不断地在negotiate 不断地在跟务主谈等等 所以还没有到最后最后的阶段 我们就要祷告 但是我要提醒大家 凡是当教会有构堂 有建堂 有患领袖 有患牧者 都是教会很容易发生 冲突的时候 不同意见的时候 装修怎么装修 都会有不同的意见的 那样 所以我们要 存着小心谨慎 如果真的有不同的意见 我们怎么处理呢 其实保罗这边 也有提到一点点 那我觉得非常好的一点 他说什么呢 这个经文说 所以 刚才读过了 中学玩凡事成熟的人 总要存这样的心 然后他说什么呢 他说 若在什么事上存别的心 神也会把这事指示你们 换句话说 保罗说什么呢 如果你有存着别样的看法 你别样的想法 别样的 甚至是神学立场都好了 上帝也会指示我们 上帝也会继续地带领我们 换句话说 保罗说什么呢 他说 我们尽力去做我们该做的 而把 也全心地交托给神 继续地去带领我们 所以你可能会有不同的看法 但是上帝会继续地引导我们 继续寻求他 继续地倚靠他 并且继续存着谦卑的心 也许这不一样的做法也可以 或者甚至是更好 也说不定 那说实在的 在教会里面 我们发现有不同的教会 对吗 基本上教会的核心的信仰 是一样的 所以我们称呼彼此为兄弟姐妹 我们是基督徒 对吗 可是呢 有些教会的做法不太一样 有没有啊 有 很多 所以我们发现这些不同的做法 那怎么办呢 我们可以怎么样 我们说 说什么事上存别样的心 神也会 把这事指示你们 换句话说 让上帝继续地去引导带领嘛 我们不要 让冲突恶化 我们不要让这个不同的 看法放大 我们继续朝着同样的目标前进 求神带领我们 好不好啊 这是一个我觉得很重要的一个 很中肯的一个看法 那样 在教会里面 有时候我们会听到 我会被问到一些的问题 比如说一个问题是 请问一个人得救以后 是不是就永远得救呢 你们有没有讨论过这个问题 或多或少都有的 而且呢 有时候会吵架的 你知道吗 还有教会因着这个问题而分裂的 真的 哇 这是什么问题啊 我了解他都不知道 分裂了 他的意思是 如果你今天信了耶稣 OK 那如果有一天呢 你不要信了 你会不会不得救 我们的想法是 就像join一个club这样子咯 你要给会费就给给给 一天你不想join club 你就离开嘛 好像是这样子 好像不是哦 因为上帝的拣选是 祂的主权啊 对不对 所以一个人得救以后 他就是永远地与神同在嘛 对不对 所以这两边的看法 其实都有一些 OK 而这其实也是教会历史里面呢 有常多争执的地方 但是 请问 不管这两个看法 一个是永远得救 一个是可能会失去他的救恩 这两个看法 如果 你在面对这样子的一个人的时候 我们的行动是一样的 你知道吗 不管你的立场是什么 你的行动是什么呢 劝他回来咯 对不对 劝他回改咯 对不对 不管这个救恩会不会失落 你都是告诉他 弟兄 回来吧 弟兄 停止犯罪吧 弟兄 回到耶稣的身旁吧 你发现到吗 我们的行动是一致的 我们的劝告是一致的 所以我们可以把这个不同的立场怎么样 放一边 我们的目标是一样的 让我们一起地 用同样的行动 传福音 同样的行动 劝告人来到教会 同样的行动 劝告人 一起地来跟随上帝 他会指引 他会帮助 他会继续地带领教会 往前行 那样 所以当保罗提到这边的时候 他说信心怎么样 是一个有行动的信心 OK 我们尽力去做 我们把接下来的结果交托给神 即使有不同的看法 怎么样都好 然后下一节 保罗说什么呢 保罗就说好了 他说然而我们到了什么地步 就当照着这个地步行 我们到了什么样的程度 我们信心成长到 什么样的阶段 我们就照着这个阶段的去行 换句话说 保罗说的是 我们是一步步地 行出这个信心 不要以为说神与我同在 我什么都可以做 没问题了 好了 我就接下来 我们是一步一步地去成长的 你要探索的是你的下一步 该怎么走 我觉得这是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教导 那样 因为这个代表了 我们并不是很激进地 去看待信心成长的问题 有些人我听过的是 真的是如此 你大有信心 好啊 我就交给你讲道 交给你做 什么都给你做 发现这个人做一段时间 就停下来 为什么呢 受不了了 太激烈了 太激进了 有这样子的情况 所以保罗说的名字是什么 它是一个比较中肯 比较中庸的一个说法是 你到了什么程度 你就继续那个程度去行吧 你知道该怎么样做 你就做那一步吧 你不需要太过想要飞 或者想要做什么特别大的事 你来这样子去想 你就照着什么地步去行 就可以了 能够这样子说 因为上帝把他的恩赐 财干 资源 金钱等等 赏赐在我们的生命中 有些人上帝赏赐的比较多 为了要让他多用 如果你会讲道的话 你就来讲道 讲元都希望 讲道之后 死在台上 我做之后 讲啊 我死在台上 现在比较难了 如果上帝给你更多的资源 你就多奉献 多给 上帝给你多一些的 可能是可运用的时间 你可以用这些时间来 做祝福别人的事 你发现了吗 其实上帝量给人的是不一样的 有些人孩子多很多 你认识的朋友里面 孩子最多的多少个 七个 八个 比较少了 以前都是一打开始的 OK 那有些孩子多 有些孩子 两个 一个 这都是上帝量给你的 所以你就照着这样子去用 照着这样子去行 你不用说 为什么对我不公平 为什么他比较厉害 为什么他的钱比较多 这些都不需要 为什么 因为上帝其实给我们一个 管家的生命 我们没有错 是要努力地去工作 努力地去争取 但是呢 其实很多时候 其实你知道 是上帝量给你的 上帝把机会给你的 上帝把这个工作机会给你 把这个生意给你的 上帝为我们预备 所以我们这个管家的生命里面 是怎么样呢 上帝已经赐下恩赐 财干 金钱 资源 等等 那我们要按着所领受 所达到的去行 所以你领受了什么 你有怎么样的恩赐财干 你就一步一步地去做吧 所以保罗说 我们到了什么地步 就当照着什么地步去行 我觉得这是非常中肯 非常好的一个劝告来的 所以如果有一天 传道跟你讲 这个我觉得你可以预备好自己 来上台讲道的时候 那请你记得 是我看你预备得差不多了 你到了那个地步了 下个地步也许你要上来讲道了 那我给予你的挑战 不会是我觉得 你这个大概是不行的啦 给你上去拉锡一下 没有没有 我从来不会这样子 都是要预备好了 我觉得可以了 我们希望教会有更多可以教导 可以讲道的人 我们就让你可以有尝试的机会 所以这个月呢 我们会有 比如说 下个礼拜是我们的神学生 Cady来讲道 对不对 所以我们要为他祷告 所以上帝使用他 继续不断地以神的话语为 他教导 然后呢 下个礼拜六晚上是 John要在青年崇拜讲道 我这样讲了一下 搞不好很多人会来听 OK 所以让John也可以预备好自己 你看到他其实在不断地在进步当中 所以我们一步一步地朝着这个目标来前进 因为上帝把这样子的机会 把这样子的才干 把这样子的训练放在我们的生命中 我们就照着去行 最后呢 我觉得有三点我们要被提醒的 我们到了什么地步 就当照着什么地步去行 我觉得有三点我们要提醒的 第一个是我们不自满 以为我们已经到了 以为我们已经完全了 以为我们已经做够了 所以不想动了 有这样子的心态的人吗 有的 或者我们不要自视过高 就是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 我什么都应该没问题都可以 或者呢 不要放弃 所以我们一个一个地来看这三个 不是什么 第一个不是不自满 其实在同样的一章第十三节 保罗就说了什么呢 他说我不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 换句话说 保罗所提的是他不自满 保罗做了很多耶 我觉得比我们那个人多很多 你知道吗 他设立了教会 他不断地宣教旅程 哇 他写了这些的 这些的很重要 新约的书卷 他做了够了吧 够了吧 可是呢 保罗什么呢 我不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 满足了 或者是 我做完了 我哪是怎么样 忘记备用 努力面前 继续往前 哇 这个是一个很重要 不觉得自己已经够了 已经满足了 已经OK了 这样子的一个说法 因为呢 我们到了什么地步 就继续往这个地步 前进吧 在准备这个奖章的时候 我想起了一个人 其实这个人的生命 影响我非常的大 那样 OK 这个人呢 叫做Dr. Bill Bright 白利德博士 当中也许有些人会知道他 那样 那这个是学员传道会的创办人 OK 那学员传道会呢 是全世界最大的福音机构 有 应该还有两万多的这个同工 那我以前有18年的时间 也是在学员传道会 我们若望传道 我们当中有一些的 这些的学生 过去也在学员传道会里面 有受过栽培 有受过训练的 可以说上帝呢 透过他这个谦卑的人 真的他是一个非常谦卑的人 很愿意跟随上帝的人 一个看起来很简单的一个生命来的 大家讲到有没有跳上跳下的 没有扮鬼脸什么 没有了 很诚实就这样讲分享 OK 可是他的信息 他所留下来的一些的 门徒栽培的策略 传福音的策略等等的 深深地影响着 尤其是上个世纪的 许多许多的基督徒 可以说他帮助许多人的生命 得着改变 所以我现在如果说 我还有一些可以用到 可以使用的一些的经验 或者是这些的 事工的方面的技巧等等的 很多都是过去 在学员传道会里面学的东西 OK 可是这个人 这位白烈德博士 在他生命快要结束的这几年 他犯了一个病 就是肺部纤维化 Fibrosis of the lung 就是他的肺部 是越来越怎么样 越来越不能够放生 不能够交换这个氧气 OK 所以是越来越退化 换句话说是 不能医的啦 简单的就是什么 等 等死啦 等死吧 哎哟 多么惨啊 多么悲观 等死耶 OK 而且大概很快就会到了 不会到几年的时间 可是 他知道了这个事实以后 他也很喜乐 他还是接见朋友 他还写了很多本书耶 他实际上写了十几本书 然后呢 而且还不断地做见证 他用他喜乐的生命 来告诉我们说什么呢 是 哇 不管我活着 还是我死了 都是很好的事 因为活着 我就继续侍奉神 死了呢 我就与上帝同在 他很喜乐 那样 所以他的生命继续不断地在改变人的生命 然后有一个人 他在跟他见面了以后呢 我记得他说了这样一句话 在过去 他教导我如何的生活 He taught me how to live 因为他的教导 他的门徒训练里面 有许多教导人 怎么样面对信仰的生活的 But now He teaches me how to die 现在呢 他教我怎么样死 什么意思 换句话说 当你面对死亡 你怎么样地以荣耀神的方式 以一个喜乐的生命 去接受 去面对他 然后不断地用你的时间 来去争取留下一些好的教导 哇 原来面对死亡 也可以荣耀神的 这是我们每个人都会面对的事情 或止或早 原来生命的结束 不一定就是完全是悲观的 所以他教导我们很多这样子的事情 所以他不自满 他不是说我已经做完了 够了吧 最大的机构了 写这么多书了 我就等死吧 不是 他还是继续地用喜乐的生命来服事人 所以他过去教导很多人如何生活 如何生 如何活 他在死之前 教导很多人如何面对死亡 以喜乐的心 有意义的态度 荣耀神的态度去做 当然 不是很多人像他那样 这我也不是 我没有做过这么大的影响力 OK 但是呢 我们其实每一个人怎么样呢 要看上帝量给我们 怎么样的一个信心的程度 我们继续地走着下一步 所以保罗也说过 我凭着所赐给我的恩 对你们 每一位说 不要把自己看得太高 要照着神所分给个人的信心 来衡量 看得合乎 忠道 所以第一个不自满 第二个呢 不只是过高 你可以一步一步地来 往这个信心的道路 来前进 OK 有一天你们会做一些不一样的侍奉 这边当中的人 我真的希望有一天 这边当中的 尤其是孩子们 他可以做布道家 他可以做牧者 他可以做更大的一个事工 真的是很期待 但是这一天的来临 不是马上就到的 也不是 哇 上帝呼召我做传道 太好了 马上就 不是 那这个过程 神一步一步地来 引导你走下一步 我最早 最早 在教会的所谓的服事 所谓的侍奉是什么 你知道吗 最早最早是排椅子 排椅子 排椅子都有的排了 有错 那时候的少年团 我还记得那时候 我十三岁左右 OK 然后就是很喜欢去少年团 OK 哇 那个少年团 那时候聚会的地方呢 没有ACON 有一点点风扇 椅子呢 自己排 一个空空的地方堆在那边 所以呢 我就很喜欢提早一点到 然后也没有人叫 我就开始排椅子 排一圈 OK 等下少年聚会 我很开心地做这件事情 老实说真的 我很开心做这件事情 结果他们就 你这么喜欢排椅子 好啦 学你做总务 什么事都叫你做 那样子 OK 我也很开心 OK 所以我从 总务就总务 所以不止排椅子 还要扫地 还要为讲员预备水 还是怎么样的 我很开心去做 然后做了总务 然后又做少年团的文书 然后过一年又做了少年团的团长 然后一步一步地 上帝在stretch 上帝地在拉长 我整个服事的经历 服事的恩典 服事的能力 直到有一天 我可以说是站在这里 跟大家讲道 并且带领这个教会 对我来说 我是非常不配的 我知道我不是什么很厉害的人 我不是什么很圣洁很好的人 上帝给我们这个恩典来做 因为上帝一步一步地在培养着每一个人 所以临到你生命里面的一些机会 我希望你们能够把握住 一步一步地来跟随神 你不用看得太高 但是你不要把自己当成是我 什么都不能做 上帝量给你的信心多少 你就去往前去 行出来 最后是不要放弃 有些有一个刚新主不久的 一个弟兄来找我 他来找我 通常都是生命里面最低潮 最低潮的时候才来找我 不能顶摇的 他没有钱 生意失败 离家等等 很多事情发生 可以说是人生里面最低谷最低谷 过去有几个低谷 可是这个是最低最低的了 他无法去面对 除了为他祷告 然后我记得我说了一句话 我说 不管离主多远 对的路总在下一步 一步一步走回来 合神心意的步总是在下一步 换个角度 不合神心意的一步 也在下一步 不管你现在成就多高 不管现在怎么样 可是可能你的下一步就走错了 就滚下来 所以我觉得是公平的 所以不管你觉得离主有多远 我还能吗 我到了什么地步 这个地步还能可以翻上吗 还可以怎么样 可以 走对下一步 再走对下一步 一步一步地走回来 如今一个弟兄开始有正当的收入 也跟他的家人在一起 所以是一步一步地走回来 我发现其实上帝没有放弃过我们 我们更不用自我放弃 所以这里可能有一些人面对什么呢 这个工作做得太糟了吧 我大概无法做得好 或者有时候一些学生会有这种想法 我过去有这种想法 我的数学太差了 我还拿过领蛋了 我告诉你 不管你觉得你的成绩有多差 其实你可以怎么样 一步一步地学回来 一步一步地走回来 你不要放弃 不管你觉得你的关系有多糟 在家里也好 我不知道教会或者是什么环境的 你可以一步一步地走回来 你到了什么地步 就照着那个地步去行 上帝会指引我们 所以你的一小步 其实你不要小看它 它可以是改变你生命的那一步 你那小步也有可能 是把你的生命毁掉的那一步 要非常地小心 最后一章是提到这个脚步 是谁的脚印 知道吗 这个脚印在哪里 在月球上面 Neil Armstrong在五十年前 他踩在月球上面的第一步 然后他说什么呢 他说这是人的一小步 这是我的一小步 可是却是人类的一大步 没有错 这五十年来 我们的科技发展 真的是不得了 五十年前有没有 这么样的一个东西 你发现 想都没有想过 对不对 以前的手机是这么大力的 对不对 可以拿来打架的 哇 响 是什么样 可以拿来做铁锤的 咔咔咔 很大力 然后以财在转的之类的 你发现 哇 这五十年来 好大好大的改变 在科技上面 但是我们不要小看这一小步 你的一小步 你的一小步 可能可以成为 祝福你的家庭 很大的一步 那样 所以如果 可能在当中的父母亲 我们上个礼拜 才上完了 这个在家培育主门徒 那个课程 对吗 其实他说到底 就有一句话 好好的来建造你的家庭 不要把你的家庭 当成是第二顺位 好好的来 在孩子 尤其小的时候 陪伴他们 好好的为他们来祷告 做榜样 简单就是这样子而已 然后要醒出来 所以这些都是一小步 一小步来 但是你不要小看它 它就是影响 接下来我们的家庭 我们的孩子 要走的路线是什么 在你的工作上 在我们的服饰里面 也是一样 教会也是一样 那我其实要说 我们如果要构堂的话 这是我们 每家书邦堂的一小步 什么一小步啊 传道我们搞错啊 动几百万的 哎哟 你要怎么样 这哪里是一小步啊 你要命啊 我来说也是一小步 为什么呢 上帝要量给 这个教会的地界 可能很大 有需要的人很多 你看一看就知道了嘛 我们处在一个中心 Dash Highway在外面经过 对不对 请问Dash Highway 把人从哪里带来 Bundja Alam 那些地方 对不对 然后我们看过去 这两片要发展的地方 叫什么 Wasa Land 对不对 以后会有很多人 会搬进来对吗 所以我告诉你 要排走啊 很多要做的事啊 很多要做的服务啊 我们希望可以为主 得更多的人啊 所以这个构堂 是一小步来的 我们期待不是说 我们构了一个堂 满足了啦 OK 我们经济搞定啦 我们怎么样怎么样啦 OK 可以在那边 不是 一步一步走吧 这一小步 要继续地走下去 上帝要怎么带领 这个教会 让我们一起去经历 不要少了你 我们一起加油好吗 当我们在纪念主的时候 我们也纪念到 主耶稣的恩典是够用的 他带领我们走这一小步 让我们继续地走下去 拍拍你旁边的肩膀 说我们一起加油好吗 一起加油 不只是加油啊 你要一起做出牺牲啊 你要一起牺牲 你要一起献上 要一起付出啊 我觉得很兴奋的是 对吗 你是陪伴着这个教会 往前行的 所以不要忘记 我们有这一本的 这个美加苏邦的 这个半年刊 半年出一本 目前啦 很漂亮哦 我前两天才给了我一个朋友 从台湾来的朋友 一对夫妻 他在马圣教一些课程 哇 他翻一翻 他说 哇 好棒哦 你们很清楚耶 而且全彩耶 真的是不得了 你们可以做这么好的一个刊物 所以我们好好地珍惜它 OK 并且珍惜它不是拿来睡觉 不是 要看 要读 里面有提到 像比如说我们的 这个美加苏邦堂的 这个十年建堂梦 我们的会有领袖的这个梦 我们不是他的梦而已啊 是整个教会的梦 OK 所以你好好看一看 然后让我们为这个祷告 OK 然后呢 这些的文章等等呢 都是一点一滴地 在温暖我们的心 也激励了我们 继续地为主 走一步 又一步 让我们上次都回应诗歌 信心的旅程 信靠上帝 来走这下一步 人生中的每一步 并且呢 我也请弟兄姐妹来思考一下 信息听了 不是听在脑海里面就算 这个心你有没有啊 信靠上帝的心有没有啊 你有心吗 对上帝 有心 你走 想一想 你的下一步要怎么做 这个心可能是 哇 我要对上帝认真一点 可能是我开始每一天 读一张经文 可能是我开始每一天 为着教会来祷告 我开始 我提早一点来 提早一点来聚会 预备我的心 来敬拜上帝 上帝是 是佩德的 所以让我们 预备自己 让我们也期待上帝 使用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我们先一起来祷告 好 诶 都 eso